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一定到了晚期的 不是这样的 那引起这个角膜移植的一些角膜病 主要都有哪几类呢 这个也是跟全身病一样 实际是四大类 第一个就是一个感染性最常见在我们国家 感染 炎症引起的 第二个就是外伤 有人说工作崩伤 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原因造成的角膜传统伤 第三种就是先天性疾病 有的有这一个角膜先天性浑浊 角膜披氧瘤等等 可以变性的 遗传的 原理角膜 这都是先天性的遗传的疾病 还有一部分是肿瘤 角膜也有肿瘤 这一部分也需要做 那那个角膜为什么这么脆弱 它的再生能力是不是很弱呢 对 这个问题你说的很对 就是角膜呢 实际上不是特别脆弱 但是呢 它不能再生 角膜 我们看一下角膜这个 角膜实际上是分五层的 这是上皮层 前摊里层 角膜机制层 后摊里层和内皮层 那么这个角膜呢 实际上不能再生的 就是这个角膜内皮细胞层 后摊里层 前摊里层也不能再生 角膜机制呢 只能部分再生 但是它再生以后就形成疤痕 那么就不透明了就看不见 所以等于不能再生 那么上皮可以再生 很薄 但是它不是关键的 所以维持角膜的完整性和透明性的 关键的还是这个角膜机制和内皮 那么它都是实际上是不能再生的 那角膜移植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那角膜移植原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角膜哪一部分损害了 混浊了 那我们就要把它去掉 然后换上一个透明的 也可以做板层的一部分的 也可以穿透的全换掉 也可以周边的 也可以中央的 根据病变的范围 那原理就是去掉不好的 换上一个好的 那类似于换个支含器镜头啊 换个那个手表的那个表壳 什么类似这种手术 那很多网友在询问就是 角膜一直需要配型吗 角膜需要配型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全世界 包括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在90年代我们就做过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做肾移植 做心脏移植 它都需要一个基因配型 就是配型以后 多少微点配上以后 它排斥率就低了 那么这个我们在以前 在国内最早就做过这个研究 用基因配型寻找 但是后来证明这个作用不大 对角膜移植和全身的器官移植是 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它的HR1的配型 就是HR2配型 是不管用的 就是说它 它血型配型也有很轻微的作用 就是对角膜移植来说 它因为没有血管 所以它这个排斥反应的 发生给肾移植 心脏移植的 这个排斥的几率是不一样 原理不一样 所以它的这个配型的作用也不明显 那么角膜移植都包含哪些手术方式 然后刚才您说到的有什么板层 能具体说一下吗 它们都针对哪一类比招 这个角膜移植呢 因为刚才说了它有分五层 分五层以后呢 就说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近十年来 角膜移植在国际上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最大进展就是一个概念的提出 叫成分移植 角膜成分移植 就是说不是完全移植 以前呢我们有一个疤痕了 我们就全层的给它转下来 给它换掉了 就刚才说的可以换个手表壳一样 换个镜头一样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 这我们叫URK 就是你过多的过度医疗了 过多的切除了 实际上这些人呢可能他的内皮还是好的 或者后半部分还是好的 那你只需要换前面前面这个板层部分就行了 这叫板层移植 就不能剥掉 有的人那是只是内皮不好了 有线连性的或外伤或手术后的白症状 那内皮损伤了 因为不能再生嘛 就混住了 那只要换个内皮就行了 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成分移植 可以做深板层移植 可以做内皮移植 可以做穿透移植 可以做部分板层移植 不是完全 只有哪个地方不好了 现在的基础都能达到 把它只换到不好的地方 主张就是三种 对 主要是穿透板层和前板层和内皮移植 那这些常见的手术的并发症都有哪些呢 对 这个 不同的手术有不同的并发症 但是总体的一个就是 免疫拍斥反应 最常见的就是内皮移植和穿透角膜移植 它都有拍斥反应 这个免疫拍斥反应拍斥以后呢 它角膜就不透明 主要是把内皮拍斥了它不能再生 这个内皮呢是防止水分进入角膜的一个关键的一层 它破坏了不能再生以后呢 它数量少了就漏水 就达不到维持角膜透明的这一个作用 另外呢这个角膜内皮细胞 你可能非常小你不知道 它上面有很多的泵 就往外泵水 如果它的密度小了 它泵水的能力就清了 那么这水分进入以后 角膜的水准就看不清楚 就形成大方的角膜并变 所以呢我们最怕的做了角膜以后 它这个内皮被拍斥了 那么拍斥以后就等于失败了 就又不行了 这是最常见 但是板层的角膜移植呢 它没有这个排斥反应 就非常少 而且有呢也可以要控制 所以不影响透明 所以我们现在尽量的做板层角位置 而不做穿透角位置 所以这个主要的病患者就是怕的排斥 另外呢手术其他的可能会 有些特殊的引起情况炎 那有些愈合不好啊 有的会个别引起感染 这些这些情况 那么大部分如果严格按照 这个手术的规范操作呢 这些病患者会比较少的 那我们知道那个角膜一直是个非常精细的手术 然后在传统的就是手工来操作这个手术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损伤 因为有很多患者说它散光很厉害 对你说的这个最主要的一点 你还是比较了解情况了 就说这个角膜移植呢 实际上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的疏后的视力 因为我们做手术都是为了提高视力嘛 那现在的像准分子的近视炎手术 它非常精确 它可以精确到25度左右的一个误差 白内障呢现在手术也很精确 精确到50度左右的一个误差 就术后 但是角膜移植不行 角膜移植有时候呢 如果手工拨的话 它以前最常见的就是术后的大散光 有时候500度以上 甚至1000度的散光都有 这个情况下就是做完手术 角膜很透明 但是呢它视力不好 你这么大的度数呢 戴眼镜也不好戴 太大的散光 然后手术矫正的也很难 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就是大家正在改进这个问题 已经有了一些方法 那就是说那个 现在我们常听的那个非秒激光 对对对 很多人都在讨论 就是说它是做近视炎手术的人 知道比较多 但是有很多患者也开始问 就是非秒激光来做角膜移植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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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说这个挺重要 非秒激光是一个很大的 这是近五年在角膜病方面 最大的一个进展 所以近十年的进展是一个 呃成分移植的一个概念的提出 近五年呢就是 非秒激光这个这个应用 在角膜病方面 角膜移植方面 那么它的应用呢 是把角膜移植手术的水平 完全带入到另一个高度 就是可以达到一个趋光性的啊 就不用担心那么多的大的散光 它明显的减少了这个散光 那么它的手术原理呢就是 它切割的非常非常精确啊 以前呢我们做角膜移植呢 是用环钻 用手工的环钻把它钻下来 钻下来以后呢 钻的也可能倾斜了 也可能偏了啊 这它就不精确 那个那个刀 机械刀毕竟不快 而且最后要有剪刀剪下来 都是不精不不精细的 因为角膜太精细了 现在飞秒激光呢 可以任意的切割它的深度 宽度啊形状 那么它可以设计好以后呢 非常精确的切下来 你想我们这一个 你看这个我们有飞秒激光 把它跟做精神炎的这个机器是一样的 但是它压上以后呢 它用激光打完了 它可以你看 这个可以打一个这样的形状 就是这是个礼貌型 礼貌型 礼貌型 那么供体 并化也这么 并变指数也切掉 供体也这么切下来 然后把它放好 镶嵌的起来 镶嵌起来以后呢 它对合得非常好 那么第一呢 它是这样 因为镶嵌的非常整齐呢 它的散光就小了 因为它没有说不平衡啊 第二个呢 就是它镶嵌起来密闭好 就是你外裂活动啊 体育活动啊 不容易裂开 所以你刚前边问的 这个镶嵌一支的 参见病患症呢 还有一个就是 它手术后 因为镶嵌没有形成血管 没有不长血管 是透明的 它的愈合就是不紧密 不结实 如果你受外伤 如果你去打篮球啊 什么打一下 有可能裂开 多少年以后也有可能发生 那么现在呢 如果有这个相见性的以后呢 它愈合的面积 它都比较结实 那么它就不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它的缝的真数也比以前要少 可以少一些 可以适当少一些 这个关键不是 关键是它相见的愈合的好 那么它的 对它的生活 体育活动影响的少 对生活的水平质量会提高的 总体又是 一个是精确 切割精确 精确 损伤小 对这个病人 还是供给损伤小 那么疏后的散光小 视力好 另外呢 它的愈合的结实 密闭好 那么就是对它的生活影响小 另外呢 可以通过飞面激光 做一些复杂的手术 像内皮一只 板层一只 都会非常的精确 就会改变了手工操作 这个不安全性 安全性也高 那它就说 拆线的时间要比 可以适当提前 可以适当提前 嗯 适当提前 但适当提前就是说 让它更早的恢复这个 好的视力 因为封着线的时候 毕竟还有一些散光 对 拆线 可以提前恢复好的视力 刚您说的就是 角膜内皮移植树 这种就是只需要 移植一部分 对 对 对 那这种 什么在传统手术 难度比较高 嗯 通过非法激光 它的难度 嗯 因为有 有 有那个资料说是 它容易造成 纸片的脱落 嗯 嗯 非法激光是不是 嗯 你看了挺多的这个资料 嗯 实际是这样 嗯 做内皮一只呢 嗯 关键是也制作这个内皮的瓣 就是做很薄的一层内皮 现在已经证明了 以前是用 用一个 板层刀切的 它那个厚度是固定的 你想做的再薄点不行 厚点不行 啊 它不能做 用手工拨 刚才说的 厚度也不确定 而且是不光滑 非面激光可以任意的厚度 那么近来 我们研究啊 国际行研究也发现 就是要做 嗯 超薄瓣 100到150微米 这个厚度的瓣是最好的 那么它贴附也好 透明度也好 恢复的也好 所以这个只有非面激光能精确的切的厚度 这是一个 嗯 另外在制作过程中呢 它对内皮也会有损伤的 内皮不能再生吧 非常关键 对角膜的透明 所以这个非面激光呢 对内皮影响非常非常小 这个也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个 对内皮医治来说 非面激光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嗯 那非面激光做角膜移植术前 需要做哪些准备和检查 嗯 这个检查跟常规的角膜移植是基本一样的 除了做常规角膜移植术前的一些检查 或者说你试功能好啊 掩压好啊 没有其他的问题 适合做角膜移植的 那么再看能不能做非面激光 那么做非面激光因为有个负牙环吸上 所以它对有穿孔的或者将近穿孔的这些病人呢 不适合做这个 另外呢就是它的 如果做百层角膜移植的话 如果这个角膜移植后包不一样 凹凸不平的 这种也不适合做 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但是百分之七八十的病例都可以做 如果是非常严重的一些 本身它也不可能提高 视觉质量改善非常大 就是一个治疗性保眼球的这种 也用不着非面激光 初后发生排斥反应的症状是怎么样的 对 发生排斥后应该如何治疗 对 角膜移植呢 发生排斥主要的还是内皮移植是最关键的 就是做内皮移植了 或者做穿透角膜移植了 它发生排斥反应会引起内皮的损害 内皮是维持角膜透明必须的 它一损害内皮呢 你这个角膜就混浊了 你看东西是层屋一样 看不清楚 这也排斥的早期症状 就是说你如果发现了看事物不清 必须马上看 第二个呢就是 它有个别有症状 有刺激症状 有微光流泪 眼红 这都可能有的 关键是视力下降 那么你一旦发生这个情况呢 必须征分多秒到医院去治疗 这类似于什么样呢 就好像我们这个树叶招了虫子了 你如果不给它赶回去打药 把它虫子杀死 那么等它把树叶都吃完了 你再打药 那就没用了 这个树叶还能再长 但是角膜如果是排斥了 就相当于那些细胞来破坏的 吞噬这个内皮细胞 你不赶快治疗的话 都吞噬完了再治疗 没用了 内皮不能再生 所以它就晚了 一旦发生排斥反应 必须马上治疗 那一般是怎么治疗 还需要再重新移植 早期治疗没问题 就可以用免疫抑制器 全身的局部的 大剂量的快速用 用了以后呢 这样把它控制下来 就问题不大了 那只有说用药全都控制了 内皮都破坏完了 那不可能透明了 那就需要将来再医治 那平常在生活中怎么预防呢 定期用药 就是根据医生的要求 医嘱定期用药 然后呢就是按时复查 定期复查 每一个月两个月 根据情况复查 那么出现问题不好 那马上去 马上过去去就诊 这是最主要的 另外呢就是熬夜喝酒 有刺激性的 这个可能会加重 这个这个 诱发排斥反应 这也是这个封线如果松了 有些封线松了以后呢 你如果不及时复诊 不及时拆除呢 刺激性虫效果掌握 也会诱发排斥反应 所以定期复查 按时用药是必须的 那么就是说 有很多患者在以前 传统的角膜移植树 而树核不满意 然后再来做 非秒激光移植 有一部分患者 适合做非秒激光的话 可以再做 可以重新给它做 做船头 做板层都可以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我们 非秒激光还有一个 一个作用呢 就可以做散光矫正 它可以给你松减切口 散光矫正 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会让你 你不需要再做手术 但是可以把散光矫正的小了 减小以后呢 你可以戴眼镜 提高视力 新闻上有很多说 就是 角膜很难找 像供体也很少 那么 我国在这个角膜储备上 有什么举措吗 对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关注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 其实我们国家 大约有200万的角膜病 盲人需要做角膜治手术 但是呢 我们一年顶多做5000例 就说5000例 200万什么时候能做完 那5000例就是 10年5万 100年50万 要多少 400年 400年才能做完了 现有的病人 还不算每年新增加的 那就很多人 如果双眼都是角膜盲的话 他可能只一辈子看不到 没有这个机会 也看不到他的亲人 是吧 这个非常严峻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国家在抓这个问题 已经立法 而且委托了这个 红十字会 在做这个全国的 这个占占占占工作 已经也开始做一些眼库 什么 但是现在非常不够 就是 好多眼库呢 现在我们好多的眼库 就是有库无眼 就是是空的 另外呢 大部分的资源呢 在公立医院 但是公立医院的 承担的责任也太多了 病人也太多了 这些都忙不过来 就这个眼库的发展呢 是需要社会宣传 广泛的宣传 捐助的 那么他没有时间 和精力去做这些工作 所以就停滞在这个地方 现在呢 一些民营的医院 社会的力量 慈善的基金 也在做这个工作 那么已经有了起色 像我们 我们艾尔集团呢 已经从 006年 开始到现在 已经在全国建了 7家正规的眼库 还包括一家 符合国际标准的 加入了国际眼库联合会的眼库 那么去年呢 我们正规捐献的 每个人都是签字捐献的 是576票 这在全国是最多的 今天还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得到了政府和国家的支持 所以我们发展还是非常快的 那实施角膜移植的医院 都要具备哪些私质呢 现在国家有一个正规的要求 就是有个标准 那么你要有这个手术师 有病理科 有眼库 然后呢 要有经验的医生 医生必须做过 读里做过100胎脚膜移植以上 详细的标准它会检查 这叫二类的手术标准 它会 卫生局 卫生部会检查的卫生厅 那么现在 您知道就是 我国内有几家医院 可以做非苗疾病的 做的比较多的肯定是 我是国内第一个做的 做的第一例的非苗脚膜移植 那么发的第一篇文章 然后呢 现在已经有四到五家开始做了 我们都有比较密切的合作 好的 非常感谢您到这里 您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情况 我现在是每周的一次上午 出门诊 在北京 北京二二英治眼科院出门诊 可以电话预约 网上预约 都可以预约 好的 谢谢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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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